有很多免費的裡面是參查很多假訊息 那有很多免費的它要的是你別的東西 所以就變成manjian兄弟 那我覺得對台灣很多父母來講 可能還無法理解 可是這個地方我是蠻痛的 因為我很清楚我知道 小孩的成長是有黃金期 國小四年級 來找我們已經是屬於比較偏棘手的時間 對你六年級來找我們 其實它的難度是非常非常高 就是很困難很困難 我之前曾經有過一個媽媽 她是國中一年級的時候來 那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她非常清楚我就認定要找我們 然後她那時候坐在我們事情教室的櫃台 我跟她說媽媽不好意思 我們就國中就沒辦法收 她就直接落淚 就在櫃台前面一直哭 就不講話就一直哭 大概就這樣哭了半小時 她就是不走 她就是坐在那邊一直哭 然後我真的心也 看她這樣子心也很難過 我就跟她講說 那我們可以試試看 可是我不敢保證 我沒有辦法保證她一定有多大進步 因為她的時間已經是對我們來講是 屬於我們沒有能力的時間 然後媽媽她才破替微笑 然後一直抓著我手跟我說 老師沒關係 她很幼稚 她很幼稚 她真的超幼稚 她是國一 然後她是亞斯伯格 國小六年級 她媽都沒有收到任何訊息 然後到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她媽其實也不知道 是有一天 她小朋友的同學的媽媽 跑來跟媽媽說 什麼什麼媽媽 妳知道那件事嗎 然後媽媽說什麼事 她說妳不知道嗎 她們全班開個Facebook粉絲團 叫做XX公幹活 XX就是她兒子的名字 全班都加入 在裡面瘋狂罵她兒子 然後 另外一個同學的媽媽知道這件事之後 覺得這實在太不對勁了 趕快跟她媽媽講 她媽媽才發現怎麼會這麼嚴重 然後國中一年級帶過來 這是我們唯一一個魄力 國中一年級上到國中二年級的小孩 但是只能上這一年 她進步的很有限 非常非常有限 大概是一年級可以進步90%的水準 她大概只進步了3% 但是這3%她媽已經痛苦流涕了 因為她的兒子從 不如意的事就倒在地上 這不是肯德基 到不如意的事可以接受好好講 然後從沒有半個朋友願意理她 交不到任何朋友 到她是可以認識跟交到幾個朋友 她媽已經痛苦流涕了 所以我對於那些很錯誤的假資訊反而 我心裡是非常非常痛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時間過 你很難很難啦 你非常非常難啦